大家好,我是阿灿 还剩个十来天就要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上怎么能少了一道白灼虾 它寓意着红红火火,让你从年头红到年尾 很多朋友在家里做白灼虾只知道用水煮 那样做出来的大虾又老又柴 而且吃起来还没有虾的鲜味 营养也随着大量的水分流失了 今天就把白灼虾的正确做法分享给大家 跟着饰品一起 尽量的给它多清洗几遍 清洗好之后再捞出控干水分备用 准备半个洋葱切成条 切好沉入盘中备用 一坨去皮的生姜给它切成片 切好也沉放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香葱切成长一点的段 切好也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先切成片 再切成姜丝 最后再切成姜末 切好放小碗中备用 三颗大蒜子先用刀拍扁 然后再剁成蒜末 剁好再盛放入小碗中 喜欢吃辣椒的再来两个小米椒切成圈 不喜欢的就不要放 切好一起放入小碗中 再准备几根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也一起放入碗中 接着再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倒入适量的专门做白灼菜的白灼汁 没有的可以用生抽或者是蒸鱼齿油代替 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在起锅 倒入切好的洋葱垫在锅底 切好的葱段也铺在洋葱上面 再把切好的姜片也放进来 大虾的含性比较重 姜片可以多放一点 最后再把大虾倒进来 摆放平整 让大虾收日更均匀 然后再倒入半瓶上个礼拜喝剩下的啤酒 切记不需要放一滴水 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放 扣上盖子开中大火煮四分钟就可以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呗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你看这样的大虾煮出来是不是非常的肥美 切记时间一定不能煮的太久 煮久了 虾的肉质收紧 吃起来口感非常柴 吃起来不鲜不嫩一点都不好吃 夹出来摆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中间再摆上调配好的蘸料 美味集成 这样做出来的白酌大虾各个鲜嫩肥美 口感鲜甜 肉质饱满 非常的好吃 营养也不流失 年夜饭的白酌大虾你就跟我这样做 保证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 身体健康 四四顺心如意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